所以如果你真的很討厭很排斥的話 可能不太適合讀 你就要考慮可能轉戲啊 或是轉那個方向 那最後一個bonus question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我個人覺得我最後悔在大一沒有做的事情 其實是去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十九八七 我是斯蒂 他是9V 9V在鏡頭後面 那我們今天呢 是我想長知識的單元 這一集要帶給大家的是什麼呢 是給大一新生的建議 好啦首先就是這個時間呢 就是大家準備要進入大一新生了 應該是剛放榜吧 只靠剛放榜分發了 所以如果是不小心 或是故意 要去讀自公系的朋友們 就可以來看我們這部影片 我們會告訴你 我們對大一的新生的建議是什麼 那首先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其實不太算建議 第一個比較像是我很常收到的問題 就是很多人問我說 他今天要讀自公系的 請問我要買什麼電腦啊 要買桌墊還是筆電啊 筆電要買哪一款啊 Windows還是 Linux還是 Mac 這真的超多人的疑問的 沒錯 關於桌墊跟筆電 我的建議呢 一律都是筆電 雖然說桌墊的CP值可能比較高 就是你用同等價位 桌墊可能規格可以買到比較好 但是筆電它的最大的方便性就是 它可以隨時移動 所以比如說我今天要問同學問題 我的筆電拿了就可以去問他 或是今天大家聚在一起討論問題 你就沒電腦 因為你是桌機 所以我一律都是推薦筆電 有道理嗎 可是大學的時候很常要玩那個遊戲耶 玩遊戲 首先就是筆電也可以玩很多遊戲其實 這年頭的筆電跟這年頭的遊戲其實很多都是可以的 那至於筆電要買哪一種呢 其實最主流最大眾的就是Windows或是Mac 那你覺得要買Windows是Mac 你懂沒有Chromebook 對還有Chromebook 如果硬要講的話還有Linux的Laptop的筆電 但是呢 因為就是其實大家最主流的還是Windows跟Mac 所以如果你跟大家不一樣的話 可能你遇到困難就會比較難去解決 你也沒有人可以問 然後網上資源可能也比較少 所以我應該還是會推薦Windows或是Mac 那至於要買哪一款就看你口袋深不深 想不想要潮一點 如果你口袋很深又想要潮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買Mac 然後它其實Mac也蠻好用的 因為我其實大學從大二開始到現在 就是我大學畢業好幾年 我都還是用Mac 然後我覺得其實它很夠用很好用 但它的最大缺點就是你想玩一些小遊戲 或是一些Steam上面的遊戲 這時候它就沒辦法玩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要考慮的就是 因為有一些大學教授會規定 有一些學生要安裝什麼 就是專門Coding的App 喔我記得之前有一個什麼CodeBlocks 之類的東西 教授就是規定我們要用CodeBlocks 喔你就是這個 對 然後Mac的CodeBlocks其實有 但是很難用 然後不然就是什麼Visual Studio之類的 但我覺得現在教授應該是不會規定這種東西的 而且Visual Studio Code的話 現在就是各平台上面都有Visual Studio Code 我覺得教授應該是不會規定這個東西 而且如果硬要的話你就可以去電腦教室用 所以回歸我們Windows跟Mac的問題 其實就是看你喜歡哪一個廠牌 然後你會不會玩遊戲 其實我當初大一的時候 新生是買那個很輕薄的那種Vile 就是Sony那時候還有Vile 現在已經被買走了還是已經取消了 現在已經關掉了 它關掉筆電部門 然後我就是買那個Vile 然後它就號稱超級省電之類的 但我後來就是真的受不了了 因為我旁邊的人在用那個MacBook 結果看起來超好用 明明Vile那時候也跟MacBook差不多貴 而且MacBook Air好像更省電吧 對就是省電方面來說真的是差蠻多 那個年代啦 現在不知道已經改進成怎樣了 還有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你是買Windows的話 建議你還是會接個滑鼠 因為觸控板方面呢 我覺得MacBook的觸控板真的是引起它家很多很多 所以如果你是用Mac的話 通常是不需要在外接滑鼠 你就用觸控板可以達到很多事情 但Windows的話它的觸控板其實沒那麼好用 你也這麼覺得 你也這麼覺得 就是就連那個紅點點也其實也沒有比觸控蠻好用 Lenovo的那個紅點點 對 我也覺得我不習慣 說不定有人覺得 如果你覺得那紅點點很好用 你可以在下面跟我們說 但最大的缺點就是MacBook不太能玩遊戲 對 嗯 好啦那第二個建議 就真的是建議囉 第二個建議就是大家可以去先學一點Coding 當然這邊是指針對那些高三以前都沒有碰過Coding的人 你可以先去學一點Coding 為什麼呢 其實有很多優點 就是比如說 你這樣子在大一課程開始的時候 其實馬上就會進入Coding的課程嘛 你就會比較好上手 那另外一點就是 當你先去碰一點Coding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對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興趣 如果你覺得Coding很煩 很沒有興趣的話 那你可能不太適合讀志工系 因為雖然說志工系畢業的工作裡面 有一些些人是不用碰到Coding的 但是你在讀書的這四年過程當中 幾乎每一個學習都是需要Coding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討厭很排斥的話 可能不太適合讀 你就要考慮可能轉系啊 或是轉那個方向 大一可以多修一下外系的課 搞不好你會更有興趣 而且大一的課程很多都是大家 各個系共同擁有的 比如說通識啊 國文啊 英文啊 微積分啊之類的 物理之類的 所以如果你要轉系的話 還算很容易 而且這個年代一定很多新生都是 被家長可能就是建議去讀志工系的 那自己不一定是有興趣 然後就是之後發現自己好像根本就是 沒有那個天分的感覺嘛 就是邏輯很難通 因為其實Coding要很多邏輯 不然就是數學 對就是覺得天哪我到底在幹嘛 然後大一你還有機會 真的是趁大一的時候 而且志工系呢 基本上你也可以去查一下 你們學校的課綱 因為每個學校可能會有一些些微不同 不過每個志工系幾乎都會有 非常多的電腦課之外 還有很多數學課 什麼機率啊 線性代數之類的 可以先去查查看課綱 所以我們叫你先學Coding的目的 也是讓你先熟悉一下 你未來會碰到的東西嘛 那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去看課綱 說你未來會碰到什麼 然後去碰一點碰一點 看看你喜不喜歡 好那大家可能覺得 我們叫你學一些Coding 那到底要從哪個語言開始呢 其實比如說你可能會有疑問 到底要從C開始呢 C++開始還是Java還是Python 這些語言好像都很多人用 很多人推薦要從C開始呢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原則就是 你可以去看你學校大一教的是什麼 因為你之前有講過一個是要給 不是本科系的人 對對對那個是 那個比較像是 你今天對Coding有興趣 然後你不是要獨自公系 或是你已經大學畢業了 你才想要學Coding的人 你可以從那些 比較簡單上手的語言開始 簡單易懂的 但是今天如果你已經是要獨自公系的人 我建議你就是先去看你大一 老師會教什麼語言去開始Po 才不會有一個還要轉換的這個過程 那當然如果你查不到 或是你不在乎你大一老師要教什麼 那你就可以從一些你喜歡的語言 比如說有些人就是喜歡Python 有些人就是喜歡JavaScript 那你就可以從那些語言開始 畢竟你有興趣的東西 才是你有動力去學的東西 讚 應該可以寄信問那個吧 指導老師 對應該是可以 或是問學長姐啊 因為那些老師可能去年也有開這堂課啊 那大家可能覺得會很害怕 因為你就是沒有接觸過Coding的人 在開學前你要自己去學Coding 會不會很難 其實最基本的Coding並不會很難 如果你要把一個程式寫得好 寫得漂亮 或是寫得很厲害 那當然需要花一點功夫去學 但是如果你只要學基本的Coding 比如說你要學變數啊 行別啊 或是一些判斷式啊 或是一些回圈啊 這些都是算是蠻容易易懂的部分 所以我建議大家在開學前可以先碰一下 特別是你在高中以前都沒有碰過Coding的話 你可以先試試看 可以上網去找一些書或是資料 那你當然去書局發一些書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建議就是剛剛我講的那些最基本的Coding的元素 你要不要那個啊 另外出一集 在開學前可以上的Coding課 對 天啊好像可以耶 但這個就要做比較久耶 好啦那第三個建議 就是大家在開學後可以做的事情 大家在建議大家開學後 可以去找教授或是學長姐聊天 那當然你很害羞的話 你可以就是直接找比較親近的學長姐 就不用找教授啦 畢竟找教授聊天 有些會覺得有種代溝的感覺 那主要聊什麼呢 就是他們對於他們自己職涯的一個發展的規劃 比如說因為你現在大一嘛 你可能對於自己的職涯發展 或是未來的規劃都沒有那麼明確 所以你可以先問問看那些學長姐在做什麼 然後他們的規劃跟對自己的期許是什麼 比如說有些學長姐可能在做專題 在哪一個實驗室哪一個教授做專題 你可以先問問看那個實驗室的風氣啊 或是那個教授在做什麼東西啊 你有沒有興趣啊 或是有些學長姐在找實習的 你也可以問問他們怎麼找實習 或是哪一家公司好不好 這樣子 還有有些學長姐可能是準備出國進修 去國外讀研究所 做事或博士 那你也可以問問 這是不是你想要未來規劃的方向 這樣子對於你的自己的未來 你可能會比較了解有一個藍圖 然後就知道你適不適合讀這個科系 好的那以上三個建議就是我們想要給大一新生 資工系新生的建議 有些是你在開學前可以做的 有些是你開學後可以做的 那如果呢你是資工系的學長姐 或是前輩們 你對於資工系的大一新生有什麼建議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他們知道喔 那最後一個bonus question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我個人覺得我最後悔在大一沒有做的事情 其實是去申請那個暑期當兵 我們那時候是可以申請暑期當兵的 然後你就會分大一的暑假 跟大二的暑假 這四個月去把你的兵役當完 那我那時候是沒有這樣做的 因為你這樣會少很多營隊可以玩 對對對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我想說暑假就是要跟同學玩樂啊 然後可能會有很多活動啊 那我就當兵的話 我就錯過了這麼多嗎 但是事實上就是 我有很多同學其實是有去做這件事情的 然後他們後來還是過得好好的 在學期間你跟同學的互動還是很好啊 你跟同學不會變得不熟啊 你當然會少了一些回憶啦 就是可能大家講素贏什麼好笑的事情 你可能就不知道那個好笑的事情是什麼 你在畢業後你不需要再等那個當兵 等兵單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等兵單其實要等滿久的時間 然後你可能你的整個求職啊 你的工作都會受到一些延宕 我個人覺得其實可以去申請一下暑期當兵 那好像是大一上就要申請 大概是年底前就要去申請了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能去內政部醫政署去查一些相關的資料 讚 那就是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就是你對於影片有什麼疑問 你就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我們會盡量回答你的問題 至於要不要出Coding影片就再說 掰掰